这个开法拉利的富二代 竟直冲向了路边吃饭的穷人 看到这些穷人仁养马翻的样子 他那颗仇视穷人的心 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而这仅仅是他平时的常规娱乐项目之一 仗着自己母亲是韩国最大检察官的他 完全无视法律 把自己看成韩国的神 是一切底层人为蝼蚁和玩具 真正做到了在韩国 老子想打谁就打谁 想打几个就打几个 吓到八岁上到八师 都不放过的境界 甚至连为他们家族 奉献了一辈子的自己人 有着重度糖尿病的元老 也逃不过他的魔爪 生生被他逼着吃甜点 可就是这么一个 人见人恨的禽兽 整个韩国却无人敢管 只能默默地给他起了个 韩国正关系的外号 这不 今天他又开始在街上狩猎了 可能是面包车离母子情深的画面 刺激到了他 他决定把这对母子当作猎物 看着险切丧屁的母子 他不仅没有内疚 反而兴奋的 边开着车转圈 边大声喊着韩国我最大 我就是韩国的神 而旁边那些看着这一幕的普通人 只能无奈地感叹 这就是他们身处的悲哀世界 可就在富二代 以得胜者的姿态准备离开时 忽然一辆 恶魔列车冲了出来 看着忽然靠近的恶魔列车 富二代隐隐感觉到了不妙 他还想快步逃离 可他的法拉力 在这台恶魔列车面前 就像拖拉机 只见恶魔列车一个氮气加速 就抄了过去 随后一个急刹车 就把富二代给逼停了 气急败坏的富二代 原本还想下车教训一下 这个不怕死 可当他下车后 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只见一个男人 拿着一把一吨重的铁锤走过来 二话不说 蹲起大锤就把 他的法拉力砸成了下链 富二代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拿大锤的不是别人 正是韩国新任的全民英雄 恶魔法官 而他要砸掉的不仅仅是这台车 而是要彻底砸掉 他和他身后的这个 在韩国恒星霸道的全会家里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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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